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年轻人成为市场的消费主力 运动行车逐渐越来越受到欢迎 尤其是高性能的运动车 更是被很多人所青睐 在豪华品牌中 奔驰宝马奥迪三家 可以说是最喜欢造高性能运动车的 他们都有着各自的运动部门 不久前 奥迪推出了他们全新的S4 而这款车也被大家称为了最厚道的奥迪车 S4之所以被称为最厚道的奥迪车 原因就在于它的价格 作为一款高性能车型 S4在国内的价格仅为46.98万元 并且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优惠了 而与它同级的奔驰C43和宝马340i价格 已经卖到了68万 整整差了20万 难怪被称为最厚道的奥迪 这一波可以说是打的奔驰宝马 措手不及 在外观上 S4和普通版的A4区别 其实不是很大 保持着奥迪S家族低调的模样 如果不是侧翼子版上的V6T标志 以及电镀的银耳朵和车位的四处排气 很多人都会以为它是一台普通版的A4 这种低调的风格也延续到了内饰上 它维持了普通版A4年轻简洁 且富有科技感的设计风格 仅有的区别就在于它换装了新样式的平底方向盘 并且在当把座椅等地方相限力S标志 同时一键启动按钮 改为了红色飞光 突出它的运动氛围 空间方面 S4的一个很大优点就是它有着很不错的实用性 它的长宽高为4749星 1842星 1400毫米 轴距为28 31毫米 这是标轴板A4的尺寸 所以空间不成问题 配置方面 S4标配了无钥匙进入与启动 前后到车雷达 真皮座椅 感应后背箱 全眼睛仪表 换档拨片 还有座椅按摩 车联网系统等 部署普通版的高配A4 最核心的动力上 S4搭载了一台3.0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有354匹 最大扭矩达500牛米 700公里加速只有4.7秒 相比宝马340还要快上0.2秒 此外它还匹配了奥迪引以为奥的全14区系统 自行属性的中心 评压行